大家好,欢迎收看GoldMarkets盘后解析 GoldMarkets在线交易首选券商 今天是2月17号,星期三,我是Eric 我们的GoldMarkets心理小助手的微信号近期是有变更的 各位可以扫描视频中的微信二维码进行添加 我们GoldMarkets分析这团队的许多内容都会通过新的小助手来进行发送 希望各位不要错过 今天ASS200指数回调,下跌了32点,收在6885点 今天EML发布了二一财年的半年报 这是一家做线上支付的公司 公司半年来的扩展是十分的凶猛 借方总量是上升了54% 这个借方总量各位可以理解成公司的一个业务量 然后是营收上涨了61% 净利润上涨了30% 营运现金流的流入量上涨了68% 调整后的稀税折旧摊销前的利润大概在5000万到5400万之间 相较于20财年的百分之五,相较于20财年呢 是有54%到66%的上涨的 数据都十分的夸张,跟PayPal,支付宝这些支付平台相比呢 EML的切入点是有点不一样的 他们业务中的很大一块是预付款业务 比如礼品卡这种 货币数字化是一种,是一个大趋势 因此EML的业务前景还是有比较大的一个想象空间的 EML的股票价格的历史高位在5块6 今天上涨了17%之后,价格来到了4.93 各位可以持续关注 今天LYC也是迎来了大涨 我们的分析师团队也聊到很多次了 无论是我们的讲座还是分析报告 都说了他们的价值跟潜力 今天的涨幅也是比想象中的凶猛更加凶猛 最终他们的股价是突破了5块5的前高之后 一路冲上了6块的整数窗口 最终价格是收涨在了6.07 昨天信誓旦旦回怼傲交所的ZIP 今天是大幅度回调 下跌了14.3%,收跌在了11块9毛6 昨天大涨的APX也是迎来了回调 价格是下跌了9% 价格收跌在了23块1毛1 但怎么说呢 真的假不了,假的也真不了 我们能够做的就是分析,判断,执行 然后相信 贵金属方面,黄金跳水 从1825一路下跌 最低的时候是跌到了1786 离1785的关键价位呢 也仅仅是毫里之差 现在的报价在1793附近 白银也是一根大阴线就往下扎 从27.75的价格一路跌到了26.8左右 现在又回弹到了27.335美金 比特币曾经冲上过5万美金的关口 但暂时还没有能够站稳 现在的报价在49300多美金 然后中国市场明天就会开始结束休假 然后照常开市 在国内有配置资产的朋友 希望可以关注一下 预祝各位能有一个开门红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 感谢大家的观看 喜欢我们的内容 记得点赞收藏并关注我们的频道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